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的一些參議員 週三針對緬甸種族清洗提出議案 一名民主黨參議員指稱共和黨籍多數黨領袖麥康內爾 由於與緬甸實際領導人昂山素姬的關係 而不針對羅興亞人面臨的危機採取行動 德敏參議員說雖然很多人與麥康內爾都一樣 認為昂山素姬曾經展現了非凡勇氣 但這並不意味著外界可以對當今在他國家所發生的事 以及對他展現領導力的需要而視而不見 參議院決意譴責針對緬甸羅興亞人 以及其他少數族裔的暴力 以及迫使他們流離失所並敦促緬甸當局 立即停止一切敵意的行動 參議院決意呼籲讓羅興亞難民 自願、安全和有尊嚴的返回家園 他們應該與緬甸其他人一樣享有平等權利 包括恢復或獲得緬甸國籍、自由遷律 以及得到基本服務 決意還呼籲釋放被逮捕並被控 違反緬甸國家機密法的兩名路透社記者 麥康奈爾參議員去年9月拒絕支持一項類似的議案 那項議案要求昂山素姬為保護羅興亞人做出更大的努力 昂山素姬及他的發言人都沒有回應有關的提問 作詞・作曲・編曲 編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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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編